文艺复兴的发展时期 文艺复兴的一些特点 主要呢就是提出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我们这里所介绍的自由城邦论 一个由德国历史学家 在美国论教的汉斯巴伦的观点 他是世民人文主义的观点 他们实际上谈的一些内容呢 都是认为文艺复兴运动 不只是一个文化运动 更是一个建立公民共和国的 这样一种政治运动 关于文艺复兴运动 这种性质转变呢 就涉及到我们对于自由城邦 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理解 那么城邦是什么东西呢 城邦呢古代希腊就有 古希腊的城邦就是 有很多个 像希腊 希腊有很多个城邦 有雅典 斯巴达 哥林斯等等 几百个城邦呢 这种城邦呢 是文化上是统一的 政治上是不同意的 政治上是各自为政的 那么意大利的城邦呢 却有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看看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的城邦呢 它具有一些什么特点 文艺复兴时期 那个意大利的城邦呢 这个城邦呢 也可以用个词 英文叫做city state 这个city state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它既有点像国家 又有点像城市 它是根据一个城市 发展出来的国家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呢 主要是在意大利的北部 因为意大利北部那块地方呢 我们叫做托斯卡纳 托斯卡纳那块地方 本来是德国皇帝的 皇帝的孰弟 但是皇帝不行了 因为德国皇帝是选举出来的 他没有力量的控制 还有一个人要和他争权 这个人是教皇 但教皇也不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教皇呢 在130几年的时候呢 和法国的国王斗争 结果失败了 法国的国王呢 就把意大利的罗马教廷 迁到法国去了 也不是迁到法国 迁到了一个法国意大利 边境上的一个城市 叫做阿维隆 阿维隆 这样一来呢 就在意大利的北部 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 皇帝力量也管不到 教皇势力也衰落了 那么城邦 也去自由城邦 自治城邦 就因运而生了 所以我们说呢 他那个城邦呢 也是靠那个天使地利 能和 正在这个时候 产生意大利的城邦兴起呢 也是有他的一个历史 因缘的 那么在意大利南部呢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城邦 南部有些国家 比如说有拿破洛斯 那拿破洛斯是什么 拿破洛斯是 由西班牙管着的 西班牙也是哈布什报皇朝 比如说德国皇帝 查理五世 他的儿子 菲利普二世 就是西班牙的君主 所以他们是同属 也还不是往皇朝的 那么他把南部 控制牢牢的 那么还有一些地方 有些地方呢 他是一个城邦 但是他不是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没有办法完全独立 没有办法完全自治 还有一些地方呢 我们也说他是个城邦 但是不是自由城邦 或者他不是国家 为什么呢 那些城邦太弱 他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 经济上靠别人 所以他有那么些弱点 他又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 政治实体 也不能成为国家 但是呢 像威尼斯啊 像佛罗伦沙啊 这样的城邦呢 我们可以称他为 城市国家 城邦国家 关键他经济上 完全能够自独立的 政治上完全能够自治的 这些国家 富裕的很 所以他不愁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呢 我们用那个意大利城邦啊 或者城邦国家这个词啊 我们要小心 我们只用在 一些大的城邦 像佛罗伦沙 威尼斯 米兰这样 这样一个国家上 那么这样一些城邦国家 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起源于 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德国的皇帝 叫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但德国其实是分裂的 所以神圣罗马帝国 按照福尔泰的说法 就既不神圣 也不罗马 也不帝国 德国皇帝 只有七个选帝侯 选举出来的 他还能够强大到哪里啊 他下面还有两三百个诸侯 叫做称为诸侯的大贵族 他并没有办法 来顾及到意大利的领地 还有个势力就是教皇 教皇也在衰落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种历史的机会呢 机遇呢 就使得托斯卡那那块地方 城邦制度发展了 获得了民意上的独立 因为他出现都不管不到 教皇也管不到 那么两大势力之间进行斗争 那么城邦就得到了 有利的发展的机遇 第二个特点呢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城邦呢 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 这样才能建立城邦国家 它需要经济基础 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很强的 有很多职业 甚至可以自己开闭职业 也就是说他不愿意靠别人 他可以不靠人 自己完全能够活得很好 中世纪的时候啊 任何一个城市 它都要靠农村的 要靠农村提供的那些养料 粮食 它也要依赖于封建筑 要靠封建筑来保护他们 但是为什么呢 一个是经济上不独立 一个是自己没有武装 但是呢 在文艺复兴的 像弗洛伦沙这样的城邦呢 它经济很强大 有很强大的工商业 有银行业 有国际贸易 提供 远远不断地为它提供资源 军事上它也自己的雇佣军 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才能建立起城邦国家 不仅是 它那个在经济上独立 政治上独立 它还能发展出自己的新文化 也就是说文艺复兴的新文化 主要是从弗洛伦沙 威尼斯发展起来的 这样呢 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通通独立 通通先进 这就为建立一个公民的自由城邦 奠定了基础 第三点 那个城市的领袖呢 统治者呢 意大利的城邦不是由皇帝论命的 也不是由别的什么公爵伯爵指定的 而是由民众选举的 它有一套比较民主的程序 选举出城市议会的议员 各个执政委员会的委员等等 当然完全民主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这个选举呢 主要是在公民之间进行选举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个在14世纪的时候 弗洛伦沙一共9万公民 9万人 其中只有2万5千人 是有公民资格的 所以选举呢 是在他们之间选 那么妇女呢 妇女因为没有公民权 所以他们也不参加选举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说公民是谁呢 什么人能当公民呢 有些外邦人 也是能够当公民的 这就说明了 那个公民权不是由贵族授予的 你像罗马帝国的时候 罗马共和国的时候 公民权是由国家来授予的 由皇帝来授予的 或者由统治者来授予的 但是呢 在那个文艺复兴的城邦里呢 公民权由城市政府来授予的 这个城市政府来授予的公民权呢 比较好办 有些人对城邦做出贡献 他就可以授予他的公民资格 像那个布鲁尼 布鲁尼为什么授予他公民资格呢 他是外邦人 因为他写过一本书 历史书 他写了一本叫做弗洛伦萨 人民的历史 写得很好 大家喜欢 就把他留下来了 受予他一个公民的身份 所以公民是有公民身份的 公民是可以参与选举的 公民是可以参与政治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知道了 公民还是有特权的 像那个布鲁尼 因为是有了公民的身份 他可以在弗洛伦萨当官 他无需交纳很多辅税 有很多税 他可以免掉 这种事情呢 能够发生在弗洛伦萨 也是因为弗洛伦萨的人民呢 比较喜欢文化 如果写一本书 这样的事情 在别的城邦 就未必会给你一个公民的资格 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城邦都要扩张的 城邦扩张的时候 完全不过游戏规则 不管周边地区是属于哪个领主 或者属于邻国 不管属于公爵的 伯爵的 皇帝的 他占了就占了 富罗伦萨米兰 都以自己的世界向外扩张 去侵占别人的领土 甚至呢 还把周边的农村给圈起来了 成了自己的熟地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 大的城邦国家呢 它对外也是有侵略性的 第五个特点就是公民权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 公民权在罗马时代 是由元老元皇帝 或者娇高的贵族受益的 但是城邦的公民权 是由城市政府 自己受益的 不需要通过领主和贵族 那么这个做法呢 就相对容易的多 城市政府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把某些认为 比较有声望的人 各选为公民 那么文艺复兴的知识精英呢 也有他们文章写得好 也有他们诗歌写得好 也有他们画画画的好 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呢 进入了公民阶层 第六个特点 就是城邦经营的方式 和古代或者中世纪的城市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城市呢 主要是 它的权利呢 主要是来自于土地 什么叫有权的 就是它有财产权 财产是从土地上获来的 还有一个行政权 行政权主要来自于 一种司法权等等 领主权 司法权 领主权 行政权 那么这样一些权利呢 它是一种封建的 政治关系赋予他们的 那领主权就是 我给你一块产益 你成为我的附庸 这个领主附庸关系的确立呢 主要是通过一个 产益制度来完成的 所以我们说 中世纪的那些权限呢 是不公正的 你比如说 他们那种司法 司法囚的目的 不一定是公正 而是稀释宁能 那么现在文艺复兴的城邦呢 它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 它靠的是贸易 它也自己出一些产品 尼龙啊 首饰啊 衣服啊 玻璃啊 还有这些销售渠道 那么它就要有一种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也要有一种 能够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相匹配的那样一种政府管理模式 所以呢 我们说呢 那个文艺复兴的城邦啊 它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于农村 而是来自于工商业 它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封建特权 而是来自于人民 服役他们的选举出来的 那种人民意愿 给他们的政治合法性 这样呢 它就是和比较先进的工商业的发展 进程是比较吻合的 第七个特点 城邦就是独立的自治的 他们自射宫廷 自己任命官员 自己选举官员 自己建立股庸军 甚至可以有向别的城邦 宣战议和这样的权力 还可以向别的城邦 派遣自己的大使 有着完完全全的自主权 不必通过别人 不顾忠实去规则 这就是说主权的拥有 在主权上是完全独立的 完全自治的 第八个特点 意大利的城邦呢 也是把教皇当作世俗君主来看待的 一代人离人呢 最不服气的就是教皇 他们所有的欧洲人啊 对教皇都是逼恭逼敬的 就是教皇家乡的人 对他们不那么恭敬 因为每天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 那就没有英雄了 拿破仑的普人就认为 拿破仑不是英雄 他看到那个拿破仑 每天吃饭睡觉 穿的衣服有的还破的 他就不认为他是英雄 同样的情况也是这样 意大利人每天看着教皇 看着世界那么世俗 也就把他当作一个世俗君主来对待 所以经常有人这么说啊 哲学家应该到书本里去寻找 艺术家应该到博物馆去寻找 家里最好不要有哲学家 不要有艺术家 家里都是普通人 为什么要有距离 距离产生美 距离产生爱 教会呢 如果离得远 那就是神圣的 离得太近 结果越看越不怎么样 所以对教庭最不尊重的人 也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就没有把教皇 放到神圣的框架里去衡量 但是意大利人又觉得教皇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他可以在那个世界范围里 他是一个权威 所以意大利的市民阶级 更想利用教皇 等到外国入侵了 人们对意大利进行侵犯了 教皇是一个和人家谈判的 很好的 这样一个职务 所以有教皇在 别人也就不能把意大利能怎么样 所以从某种方面来说呢 教皇也是保护意大利的 保护意大利领土 不会被别人分割的一个势力 但是呢 城市呢 城邦呢 对于那个教皇的宗教权利呢 确实加以限制的 这就表现几个方面 第一 城邦自己认明 城市里的宗教神职人员 不听教皇的认明 说教皇认明 没有我们自己来认明 或者我们认明来 让教皇去批准 第二 城邦呢 往往对圣旅 对教堂收税 第三 他可以改革教会 教会不符合规则了 我们可以进行改革 第四 他可以对教堂 收取地产税 争计税 因为教堂盖得很好啊 大家土地是城邦的 所以他可以向他收税 第五呢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反对城市的政府 城市政府可以把你的教堂封起来 他借口 当然要借口 所以现在瘟疫流行啊 你的教堂里面不就是黑死病吗 我们把你教堂封了 所以我们从这种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出 城邦呢 也具有高于宗教教会的那样一种权利 还有第九个特点 第九个特点就是 城邦的优势啊 他不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 他以前就有传统 城邦如果是现在就产生的 那么很容易被人推翻 像佛罗伦桑如此富裕 威尼斯如此富裕 那么很多欧洲的君主 像德国皇帝啊 法国国王啊 都想侵犯他们 为什么消灭不了呢 因为他有传统 佛罗伦桑把自己的历史 一直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 甚至还追溯上去 追溯到特洛伊时期 那是追溯到希腊时代了 还有个城邦 威尼斯 大概早在中世纪就存在了 对这个城邦之所以可以 利安身利命呢 也是因为它有传统 有传统的东西啊 就很难推翻 因为很多东西呢 如果你很短的 很容易被人征服 但是这种东西 有几百年了 几千年了 那么一个传统呢 你要把它消灭 你要把它从地图上划去 那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呢 中世纪的那个城邦呢 它也是文艺复兴城邦的 一个基础 它给它一个古老的名义 使它能够独立的存在下去 它既然已经是个国家 存在了几千年了 几百年了 你要把它消灭 就不得人心 假如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呢 这种城邦很容易被人消灭的 所以我们说呢 它的城邦有优局的历史传统 那么这种情况呢 都是维护城邦安全的 一种文化上的保证 那么 从城邦的管理模式来看呢 一般有两种管理模式 一种是民主的 共和的管理模式 另一种呢 是比较独裁的管理模式 一般呢 是在那个民主管理模式里面呢 它设计一个机构 你比如说弗洛伦萨啊 弗洛伦萨在淡定的时候 有六个执政官 在布鲁尼的时代呢 有九个执政官 那么九个执政官里面呢 八个是有名望的人 就是好人 特别伟大的人 另一个是正义棋手 正义棋手呢 据说是九个执政官里面的 最重要的一位 权力最大的一位 除了那个执政官之外呢 还是一个仪会 还是一些咨询机构 我们说既要有执政机构 还要有咨询机构 还要让那个官员 经常换来换去 像那个执政官的任期 只有两个月 两个月就要下谈 九个执政官 可能两个月以后 就换一批人来当执政官 还有有些委员会 像十个人组成的战争委员会 还有萨鲁塔迪布鲁尼 当过秘书长的 秘书那个 秘书长的那个秘书委员会 这种委员会呢 人呢都是常认的 可以一直当下去 可以当几十年 你比如说 萨鲁塔迪和布鲁尼 萨鲁塔迪当那个 政府秘书庭的长官呢 就一直干到他事实为止 实际上呢 这样一种职务呢 它才体制上来说呢 它是不稳定的 还好它有些长设机构 有的时候那个长设机构的人 官子不是很大 但权力却很大 因为他的执政官官员换来换去 两个月就换掉了 但是像布鲁尼这样的人 像萨鲁塔迪那样的人 他们只是个秘书 他们只是个秘书官 但是他们的权力很大 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知道呢 共和国的那种体制呢 它有一个行政效率 相对比较软弱的 这么一个特点 因为人换得太快 效率不高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体制 它呢是比较集权的 那种体制呢 主要是一个执政官呢 往往是一个人 甚至名义上还有一个公爵 那么像米兰 他就是公爵统治的 像威尼斯 他那个执政官呢 是总生的 总生执政 但是那些 总生执政 或者有一个贵族来当执政的呢 他也是一个现代的政府 因为像那个米兰那个公爵啊 他就是公民选举出来的 米兰那个公爵本来是个公军的队长 可见呢 那个公爵出来呢 批准这个公爵来当执政官的 批准权不在于少民 而是在于人民 所以人民选举 他当什么 当那个统治者的 所以我们说呢 这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共和的形式 共和的形式的缺点 在于政府的效率比较低下 另一种呢 是民意上有个总生执政的 或者民意上有个公爵的 他也叫做承邦 也叫共和国 比如威尼斯啊 因为他呢 也是反应人民医院的 所以呢 这是两种管理模式 基本上来看呢 这些承邦国家比较有趣 他们这种承邦啊 既不同于古代希腊的承邦 也不等同于中世界城市 也不同于罗马时代的共和国 他们的经济构成 民主政治 公民权 自主权 经济的依赖 完全的独立 完全的自治 这些方面加在一起 它都具有近代的设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